在千千万万个选择里 我永远选择去做那些我认为值得的事情 我可能因此干得很漂亮 也可能因此搞得一塌糊涂 但没关系 重要的是我为之努力过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加面阿法 非常期待与各位观众来相见 现在是新加坡时间的2024年4月17日周三下午的4点28分 今天分享一个ALEO 也就是ALEO 然后这个的项目 它是空头将于第二季度进行 那么投资额的话 其实它应该是市值已经是2.98亿了 那么它是由A16Z共同领投的 所有的具体的一些领投信息 都可以在那个RAWDATA上进行查阅 那么这是项目的名称ALEO 然后以及它的团队 看起来像是个华人团队 然后这是它背靠的那个投资方 在这里都是有所体现 然后以及就是详情的一些资讯 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这个页面当中进行查阅 那我们来直接做一些相关类型的交货 那在做这个交货之前 还是想去跟分享 想去分享一下吧 因为其实今天看到群里面有很多小伙伴在说这个事情 我这个只供大家参阅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就记住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如果你不做的话就是没有 你做了不一定有 但是你不做就一定没有 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观念 包括你做测试网的这种交互 或者是做一些空头资讯的这种收集也好 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那他这里提到测试网的话 他只建议录基础的大部分DF的测试网意不大 所有的这词篇都是个人的观点 分享这个也是希望大家在空头的这个路上 有个更好的心态 今天我们做的这个测试网 它是隶属于Layer1的公链主网 公链主网上线是一定会发币的 那么它是要通过相对应的代币来当Gas的 所以参与测试网是获取空头的主要方式 但是可能因为交互零成本 所以整个测试网比较卷啊 因为人太多了 项目方也会采取非常严格的筛选和女巫标准 这是关于Layer1的公链主网的 那今天我们这个项目就是隶属于Layer1集团下的 我们只要做一个测试网的正常交互就可以了 我们这边有相对应的这个交程 到时候我们直接来这样去做 反正在演示之前还是要跟大家提一下 为什么要去分享这个东西啊 是因为群里面很多小伙伴在说这个事情啊 然后关于第二个 这是E1的测试网 它的优点就是零成本 它的缺点就是可能空头规则比较严格 有个觉得相方不多太卷 在当下这个时代背景和市场环境中啊 想要通过这种零成本去快速变现 就想快速的可以拿到上方的那个空头的话 我认为是不太不切实际的 就是可能会操之过急 所以你要摆平一下心态 那像我你跟随我这么多期 我们在前一个月的时候 做过那个那一期ES11的那个 就ES11的代币 我之前有分享过 发过一个视频的 如何把它这个代币兑换成了Blas组网的ETH 我分享出来的啊 分享过的 这个我们只用时了一个月啊 就等到这样一个空头 但是你要知道 有些从组网到发币 可能要经历很长很长时间 而且大部分对时间跨度都是有要求 一般为三个月以上 我们之前做那个ES11的那个项目是 也是隶属于Layer1 它这个公内组网下的啊 也就是Blas组网下的 对以上我只是想跟大家说摆平这样一个心态啊 就是还是那句话了 你不做就一定没有的 你做了可能回报你的不多 或者没有你预期想的那样 但是就是有跟没有的区别 那你看你怎样去衡量 那不少人就是想通过质押的形式啊 或者是通过借贷啊等等类似的 那这个风险会比较大 因为它比如说 如果你去那个借贷和质押 然后成为了巨金游乐场 那么它对散户其实不太友好的 占用资金量大 而且周期场如果存入的话 还是非稳定币的话 会面临币加下跌的风险 我知道每日去交互那些该死的任务很累 特别是领水的任务 非常领水都好像感觉大家都领的 把那个领水的水龙都领的枯竭了 过程是比较艰难了 但是一定是会有收获的 好了那我这里废话又比较多了 然后我们直接开始实战吧 如果你觉得废话多的话 可以直接跳过 我在那个时间节点上做了这个节点 首先第一步 需要在这里下载这样的一个钱包 那我们转到对应的界面 到处会把这个链接分享在视频的简介处 如果下载完成之后的话 它会到这样一个页面 让你进行一下那个助记词 就创建一个新的钱包 那我这个环节就不给大家演示 我就跳过了 做造完成之后 我们向对应的来转接到第二步 第二步它就是一个领水的过程 它首先领取的是这样一个 我们打开这样的页面 它这个还比较的古怪 这个是需要通过 我们先确认一下 那个人机核验 核验完成之后 等待一下响应 它这里是要用我们的手机号码 去发送这样一个 然后才会获得这一个 那我是没有做 我是没有做的 这个我没有做 然后它分享的第二个连水的网址 就是我们正常使用的 那个Sepolia的ETH 那我们这里它最 如果当前账户的余额当中 没有超过 就没有这个0.00ETH的话 是不可以领取的 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 我分享过的 领水网址你也可以去搜索 在这里有的 然后这边节点要切换成香港的节点 节点要切换成香港的节点 然后进行人机核验 然后进行挖取 这个我已经说过无数次了 挖取的标准的 就区间在于0.05 和最高限度2.5 只要是这个区间都可以进行收集 那这是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就好了 那我刚刚挖取的0.85个 它是基于你电脑的算力的应该是 然后这边分享完成之后 我们就回转到第三个板块 它是加入到Discode Discode当中的话要进行一下核验 核验告诉大家要怎么核验 核验的话要再转到这个页面上 它是第三方 你点击一下那个核验之后 你点点到这里之后 它会有一个网页 有个网页 然后你把这个就是那个 就这个网页 核验的网页打开之后是这样一个板块 然后去把这个做一下 它那个认证要一直按着 要一直长按 然后它才会认证 认证完成之后 你就进入了相对应这个服务器当中 然后这里有个那个零水的网址 你把你的这个地址 刚刚我们钱包的这个地址复制到这个板块当中 然后它就会给你发送15个这样一个 那我们对应一下看 15个Critus 好像就是我们刚刚这个发送的这个50个 感觉有点像 因为我不翻译成那个中文来看一下 有好像有点啰嗦了 它给了50个而已 那么继续下一步 转到相对应的 这个板块我好像没有做过 我们看一下这个板块 这个就是零水的板块 然后我们转接到第四步了 就已经在做这个测试网的桥接了 那首先的话 我们连接一下我们的钱包 其实是这个钱包都要去进行一下连接 那连接一下 然后这个小狐狸钱包也连接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零水 ETH的那个 Siboria ETH的那个零水 那如果您是刚刚入圈的 或者是正准备要入圈的小白的话 你还未注册BN OKX交易所的话 那么在视频简介处的下方 我们提供了BN和OOKX邀请链接 那么使用这样的邀请链接的话 会获得全网8折手续费的优惠的同时 享受不定期的空头奖励 那如果你是新手 还不知道怎么注册这两大交易所 我们以往的视频当中有详细的介绍 建议大家两个都注册一下 这样市面上所有主流加密货币 基本上都是可以覆盖掉的 那么我们这里不要做的很简单 就是把我们对应收取到的Siboria 转换成ALEO 具体多少应该都可以吧 你有多少你就给相对应的一点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Siboria这个灵水 只会越来越少 大家还是要善用了 他这个视频教学只用了0.05个 那我们这边也是酌情的给他这样 然后我们完成这个Sand之后的话 我们会收取到1000的积分 在这里有所体现 他也会实时的体现到我们的 在这样一个交易队当中 然后返回到这里 他这里有个历史记录 也是可以查询到的 那我是刚刚发送了0.45个 准确来说我发送了0.5个 但是有0.05个是作为扣除的Gas费燃烧了 那我们转到下一步 那这里就是有所体现 那我们相对应的转移到下一步 它是来到这样一个页面 我们点开这个页面当中 然后进行一下那个连接到这样的一个钱包 点击一下 那就是我们刚下载的这个钱包 然后了解风险并希望继续 然后连接一下 这边就会出现相对应的钱包地址 然后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任务 看一下 要做的任务非常简单 我们把这三个全部都climb一下就可以 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点到这里 然后像对应的会出现一个钱包的付费的这个操作 那么等待一下它这里的弹窗会有弹出来 然后你这边确认一下就可以 这边点击一下确认 然后它扣除的所有的费用都 它其实这个ALEO这个代币已经发送在你的那个钱包当中了 这边也有个水龙头 看一下这里 也是Discord当中一模一样的 然后这边所有执行的操作都在这里有所体现 同时我们刚刚有发送过一笔的话 也是在这里有所体现 那么包括它会给你一些奖励的费用 具体在这里 那感兴趣都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边就会显示成功 然后相对应的第三个也是一样的 好点击一下 等待一下那个钱包的确认 确认完成之后的话 那个等到那个页面出现一个勾号 说明它是已经发送过去了 那在这里也是已经发送过去了 那在这里我要说明一点 它这里有个check here to brand yourEVM的地址 这什么意思呢 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照做了 我把我自己的那个今天的测试网的 这个也就小狐狸的这个地址复制过去了 然后在这里 它就说会把当前测试网获取的奖励 发送到那个EVM这个地址当中 我是这样去做了 但我看一下你们是怎么理解的了 然后第五步做完了 第三对应第五步 第五步打开了之后就是进行一个swap swap我们看一下它具体要求 它是要你只要用usdt转换成ALS 那我们先一步一步操作来 先将usdt 那这里都会有对应的 usdt转换成ALS吗 我们就给500个 然后点击一下swap相对应的 然后去进行一下钱包的付费就可以了 这个比较简单 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个swap就可以 然后你到时候再去做那个AL 就是ALS转换成usdt 或者是weth 因为视频教学的话呢 我就只给大家演示一个 因为比较简单了 其实就是比较简单的 它这样交互完成之后 然后第七步是去创造一个NFT 那我们这边相对应的也去创建一下 那这里的话需要耐心等待 这个页面出现勾号才可以 如果关闭 那你问我关闭可以吗 我觉得应该也可以吧 你再进行下一个交互 我相信它迟早应该会确认完成 那我们这边相对应的转接到这里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首先到这里 然后连接到我们对应的钱包 然后选择一下 然后确认连接成为之后的话 它这里会让我们注建到这样一个NFT吧 应该是 就是把该打信号的全部都输入一下就可以 然后这个地址的话 是我们下载的钱包的地址 地址输入完成之后的话 然后这里相对应的费的话 要选一下勾选一下 它这里可以直接选的 然后点击到这里 然后去创建到这样一个 那么等待一下这个响应 响应很简单 就是无非是它弹出一个窗口 然后进行一下那个付费的这个操作就可以 你会发现我这个余额 好像实时是在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 怎么网络卡了 说明我们之前的这一个交互 应该是已经 就是刚刚的swap应该是已经做掉了 我们点击3的同意 然后这里会出现个complete 就OK了 这样就OK了 我们看一下相对应的钱包 那么这里应该是马上要减少了 然后这里也出 就是我们刚swap的那个页面 它现在出现勾号了 然后这一步我们已经做完了 第8步 然后选择到这样一个 我们点开 那么页面就是如图所示 我们打击一下那个 我们点击一下那个launch app 然后连接一下我们的这个钱包 然后等待一下连接 然后这里要了解一下风险并继续 这里我们要怎么去做 因为一筹目展 这里首先要输入一下 Hello World 1111 4个1 然后你把这个前缀去掉 然后找寻一下这个 你会发现这里 然后点击一下创建 这样就可以了 我到时候会把这个 我相信如果你看到这里的话 应该也应该也已经知道要怎么输入了 然后点击一下确定 确定完成之后的话 其实相对应的第8步也已经完成了 我们等待一下这个确认交易吧 好 我不小心把那个弹窗给去掉了 然后其实就是这一步 这一步我们也已经完成了 那么就OK了 然后接下来就没有第9步了 那我们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所有的任务都交互完成了 感谢各位观众老爷 非常具有耐心的观看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鲁毛这条路上收获颇多 不一定是物质上的收获 精神也好 或者心灵上也好 我相信总是会有一些收获的 能让你 就是真正能让你富裕的 不一定是钱了 可能是内心的一些世界 内心的一些力量 个人是这样觉得 当然这个社会上确实 钱是最重要的 这个没有话说 OK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